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飛騎莫爾 會點進這個影片 代表說對魔法紀錄有一定上的認知才會點進來吧 不然看標題的話 應該是沒有多吸引人才對 現在出現在螢幕前面的就是 如標題所說的 單機離線鑑賞模式 是之前去年的時候 那個繁中版的魔法紀錄停止營運了 所以留下這個模式給玩家們鑑賞用的 當然鑑賞就只有這樣 就是可以看一下 之前拿到的角色 還有就是他們的變身動畫 大概是這樣 跟之前小聲想的 弱差有點大就是了 想說既然製作主要做 離線的鑑賞模式 至少新增個 個人故事 或者是一些活動劇情 也可以保留 那也不是很好 不過算了 畢竟遊戲也不是我做的 官方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也不能說什麼 今天這個影片就是 把小聲 那之前 小聲之前在魔法紀錄的帳號 叫 TB 把之前 TB所拿到的那個 魔法少女的變身動畫都播一遍 大概是這樣 今天影片的主要目的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右下角 就是這個是 出自一個平台 叫做 嘎姆雷台 它裡面有一個 叫光運戰記 的遊戲 它光運戰記裡面有開放 就是說你可以捏自己喜歡的造型 然後到遊戲上 你就可以用這個角色造型去遊玩 大概是這樣 那各位可以 竟然都看到這裡啦 可以 大概猜一下小聲想要捏哪一個 冷當造型 他是出自魔法少女小園裡面的其中一個角色 大概是這樣 不過如果你趕時間的話 可以直接把影片跳到最後面 沒有關係的 這影片也沒有 說有多精彩就是啦 主要是小聲在炫耀自己以前拿過的魔法少女吧 不過也沒什麼好炫耀的啦 第一點就是 遊戲都挺運了 反正 誰都不能玩啦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比我有愛的角色 比我有愛的玩家多的是啦 而且小聲也不是每個角色都有練就是了 在 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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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感興趣的話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維生啦 我是菲奇摩爾 下次見啦